我每天都过着居无定所 担惊受怕的日子 我现在已经折腾完我的上半身 那最近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经济下滑得很厉害 那中国的经济不景气 导致失业率飙升 那我们经常讲失业率 中国失业率 那每个国家其实都有 台湾也有 日本也有 美国都有 那中国的失业率很严重 那其他国家的人 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到 你也没有去过 那我们就透过几个 最近发生在中国的社会新闻 来看一看是有多么的严重 就我手上拿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是什么 水果 橘子 那很多的墓地上 都会摆这样的贡品 那最近中国很多的地方 都频发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是贡品被偷吃的状况 不是说以前没有 以前也有 但是新闻报道上说 最近贫发 以前发生像疫情之前 中国经济那时候 没有这么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被偷的话 大家可能联想到 因为中国很多人的道德水准比较低下 可能大家贪便宜 就去投资这些贡品 那最近频发 就说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 而且事件的案件飙升 不可能联想到说是 大家都变坏了 大家都变得没水准 跟这个没有关系 其实就反映出了经济的下滑 很多人也不是说买不起橘子 而是说买橘子都有负担 老哥们我找到寺庙了 亭子里面有几个菩萨 菩萨旁边有供品 但是人家这个供品是锁的的 而且还装有摄像头的 不装摄像头的话 这个供品是可以偷拿来吃 但是他装有摄像头 现在烧箱都要 我要装一个摄像头了 现在 后来有些警方就开始出面了 说这个事情是违法的 那据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 据南华新闻报道 近期广东福建等地 频发供品被偷现象 广东省更是一天发生数起 有媒体认为 这跟广东省拥有大量外来人口有关 其中大多数人素质水平不高 教入水平不足 才导致供品被偷吃的现象频发 其实这个就是个经济下滑的状况 他把它解释成说 广东有很多的打工的 很多外来人口文化程度不足 所以才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 那跟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很明显 这个新闻报道的结论 是把这些都归咎于那些打工者 那些底层人民 说他们是文化程度不高 教入水平不足 你看他整篇报道下来 没有说现在的失业率的问题 没有说经济不倾气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他们也不敢这样去写 你的报社这样写 你还想经营下去吗 你不怕我党来查处你吗 对吧 那后面紧接着报道说 其实这已经不是最近才发生 清明节期间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事件发生 甚至有人在墓地安装监控 防止贡品被偷 此前就有一男子 因偷吃贡品发生腹泻而就医 后经调查才发现 是死者家属在贡品上撒农药 家属称贡品摆上去 不到一天就被偷了 实实无奈 对此警方也表示 贡品不属于抛弃物 偷吃贡品属于盗窃行为 因此提醒各位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能以身释法 这个画面我想想 这种事啊 真的是也只能发生在强国 这么伟大的祖国 天天说幸福感第一 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还说台湾要回归中国 让台湾人也享受中国人的福利 台湾人回归之后 生活会变得更好 先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解决清楚 真的是每天都发生一些暖心的新闻 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看到 台湾应该没有发生这种 跟死人去抢吃的 这种暖心的画面吧 那对此就有中国网友还表示 这位老哥太勇敢了 我之前也想过 能不能偷贡品吃 因为我也不相信迷信啊 感觉就是普通的水果 放在空气中糜烂 还不如拿来吃 还有网友表示 我可以说这事我也干过吗 因为饿得不行了 现在送外卖包吃包住 想想之前那阵子 因为觉得自己大学毕业 不甘心去送外卖 找了几个月的工作 零收入 无奈之下 这么做 也好奇供品好不好吃 我觉得不丢人 节约粮食不浪费 还帮墓地主人打扫了一下才走的 我们应该不能嘲笑 这些人为了生存下去 也是实实无奈嘛 但是有些人我们应该要谴责 就是你明明有钱买得起水果 但是你为了贪小便宜 疫情之前其实也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些人就是道德败坏 为了贪便宜 不花钱去偷吃死人的东西 这种的现象 这种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像这些因为经济导致大家买橘子 可能觉得有压力有负担 然后大家去偷墓地的那些橘子 当然他们那些解释说什么 反正也是节约粮食嘛 放在空气中也是糜烂 但其实他们这么内心这么想 也是给自己内心一个台阶下 给自己一种安慰嘛 别说你偷一个祭品了 当你吃不上饭 当你饿得快要死的时候 只要被害人 我这个都可以原谅的 我看到一个视频 上山干活发现目前有祭品了 拿起来就吃 晚上说你吃之前磕个头 很多人就理解不了 说那祭品你怎么能吃呢 你讲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啊 找我的工作 他饿了两三天都没吃饭 饿了就不行了 就是在唐溪祥刚后解13号 在后面有一小三包 上面有很多墓地 他那个经常有人祭拜 他是什么烤乳猪 白切鸡 还有苹果 还有菠萝啊什么的 我们一到晚上饿了 多事没找 找别人吃剩下的祭品 你们说的非常对 我安年祭品吃的时候 给别人磕个头 这种经历你们也经历过啊 我跟你讲啊 我这个事我从来没说过 我跟你说我饿了吗 三天没吃饭 就偷个别人煤气罐 你知道 就是你们没受过 捆递接不了 在广州找工作 你得有斩住症 没有斩住症 直接就扔到车上 什么车呢 拉猪的那车 就是广州的偷盗的 打劫的人太多了 那我们两三天 没找到工作 我现在实在饿了不行了 我看到马路边 有一个养猪的棚子 里面有一个煤气罐 没有言 我就给他拿了 我这个视频发态 肯定有人罢 那饿了实在不行了 我就两三天都没吃饱饭 然后我就把那个煤气罐 拿了放箭板 我背着 那第二天 把那个煤气罐 卖了三十块钱 然后吃那个大米饭 卧槽 连吃三万 你别说你偷一个祭品了 当你吃不上饭 当你饿得快要死的时候 只要被害人 我这个都可以原谅 大家好 我是刘律师 听明节假期 偷拿别人祭品的行为 也是违法的 实在是太饿 忍不住偷吃供品 有网友说 这上供不就是相当于赠予吗 这个供品既然已经上污给大哥了 那物品的所属权 就已经属于大哥了呀 你在大哥面前吃 他又没发表这个反对意见 那不就是默许你吃了吗 其实这个行为 已经是属于有被工序良俗了 而且从供品的意义上来说 它是具有特定用途的物品 也不属于抛弃物 因此呢 偷吃供品啊 也是属于盗窃行为 其实这种事呢 我也没办法 很好的去评判 因为 你目前的很多台湾人 应该也没办法去评价这件事情 因为你们没有感受过 他们那种饿着肚子 吃不了饭 然后看到墓地上有几颗水果 如果是你 你会去拿吗 如果你现在是生活在中国的 然后也面临到了失业的困难 你目前的台湾观众朋友们 你们要不要 看着墓地上的那几颗水果 然后内心在想 我要不要去偷吃供品 有没有这种想法 留人去跟我回答 我们一起来互动 如果你不拿 那真的是你道度水准太高了 那如果你去偷吃供品了 也是人心的一种表现 因为可能太饿了 我是没有想象这个画面了 因为我们在这自由世界生活的人 很难遇到这种状况 对 那还有网友表示 这没什么好嘲笑的 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更贴切的说 是为了生存 还有人说 现在找不到工作 没有收入 大有人在 所以饿肚子的事不稀奇 如果是单纯不想花钱买饭 而去偷吃供品 就不道德了 但是如果饿到去吃供品 更多的应该是去理解大家 为什么选择去偷吃供品 这个问得很好 我们应该去反思 他们为什么要去偷吃供品 不像有些媒体就为国家洗地去解释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外来打工的人 他们道德水准太低下了 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没有人去研究这个社会 为什么突然发生这么多的状况 你像这个网友 他就说得很好 大家应该更多的应该去反思 为什么大家选择去偷吃供品 还有人表示好在我家里三代都是给政府打工 你看这个就是官二代 都是我党的子民 这些就是人民了 真正的中国的人民 然后他说好在我家里三代都是给政府打工的 不能理解大家的失业心情 但是吃供品这不是跟神仙抢饭碗吗 你看这些人就没有供情的能力 他还是抱持着一种嘲笑的心态 在这边吃瓜群众 在这边冷嘲热讽 前几天我们家附近的寺庙 苹果橘子 还有放很久的白酒都被偷了 疫情以前也有发生 但是不常见 最近听说被偷了之后 放心的供品过不了几天 又被偷了 习大大你出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发生这么多状况 你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了 你再来厚着脸皮去跟台湾人民说 武统了之后有哪些好处 和平统一了之后又有哪些好处 对吧 你这些事情不解释清楚 你怎么跟台湾人去说武统之后 台湾人也跟中国一样 有很多的福利 过上比现在的台湾更好的生活 你哪来的资本呢 你大赢不惨 讲这些话 你良心不痛嘛 中国的小粉红在家里面都干嘛 现在连地沟油都吃不起了 以前我们还嘲笑小粉红说 小粉红吃地沟油 现在地沟油他们都消费不起 要去跟死人抢东西吃 习大大 你这个你得好好解释一下 你不解释下次就 你别说什么和平统一了 更别说不放弃武力 这种恫吓别人的话 你没这个资本呢 你就算真的把台湾打回来 让台湾2300万人跟他们一样 过那种辛苦的日子 这统一有什么意义吗 你把台湾人打回来 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权利 巩固自己的权利 巩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权利 让自己的范围更大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利益 对人民对百姓 其实不光是对台湾的百姓 对中国大陆的百姓来说 也没有好处 因为战争没有赢家 如果发生战争 中国的经济会继续拖垮下去 那就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 经济寒冬 大家不要觉得 俄罗斯好像是什么发的国家 其实并不是 大多数人并没有钱 口袋里面并没有很多的卢布 今天看到这个暖心的新闻 其实一点都不暖心 就是这种状况 其实在中国最近发生了非常多 像是网路上 也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影片 很多可能不是说 透视共评的新闻 那就有很多人的创业失败 很多人痛哭 太多了 政府一边在说 鼓励年轻人创业 然后一边去压榨年轻人 那最近就有几个女生去创业 投资了很多钱进去 然后政府就过来开始割韭菜了 开业不到一天 政府就开始来割韭菜 无奈之下 没有办法崩溃了 眼泪破防了 然后就在网路上录影片 那后来影片也被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状况 中国内部很多的状况 没有办法完全的曝露出来 一旦你遇到了很多像是被割韭菜啊 被国家铁拳啊 然后你失业的状况都不能放出来 你放上出来存活不了 你只能给自己看 你一放出来 抖音就给你删掉了 今天是我创业第一天 然后我今天哭了 就是我不知道最近是因为我的心态不好 还是说我情绪不好 就是感觉自己内心很压抑很脆弱 就真的是这十年来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这些 创业第一天就这么的不顺利 然后就是就搞得我心情这么郁闷 我就不明白到底是我心态有问题 还是说我真的是他们太过分了 分享这个影片跟你身边的朋友看看 你觉得同意之后会想要过这种生活 大家组队去偷共品 有没有想象过这个画面 这就是你们同意之后的生活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